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Canva也推出了影片区别的功能喔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的Canva不只可以针对影像的部分进行区别 现在连影片区别都有了 所以把Canva的功能又再次的往上升级 首先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影像区别的功能吧 我们点到你的影像之后 按一下影像编辑的部分 选按背景移除工具,他就把我们自动区别完成 那么如果你针对他所区别的影像 有一些想要进行微调的地方就可以使用清除或者还原的工具 再来做细部的调整 那么影片的区别呢,跟影像移除一模一样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吧 点到你的影片,按下编辑影片 按一下背景移除工具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算之后 就可以马上把我们区别完成 其实区别的精准度是还蛮高的喔 但是在这边呢 影片的区别有一点点 跟我们影像区别不同的 是他本身并没有提供调整的工具 所以呢 你只能接受 Canva帮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而且很特别的是 Canva呢 会帮我们这些曾经使用过影片区别的这些影片作为一个记录 因此如果你这段影片已经有套用过背景移除这样的效果的时候 当我在下次再使用这段影片 不论是你自己录的 还是你使用的是图库里面的 他都会自动套用之前所产生的 去备的效果 并不会再重新运算一次 所以你会觉得他去备的数字超快 那当然如果你自己 对于他去备的效果不满意的时候 Canva就没办法去要求他要做一个重新计算 这个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那万一如果你想要复原 回到原本没有去备的状态 你只需要在 在这个图上面已经去备的呢他会有一个打勾 你只要再把这个打勾按一下 他就恢复成原本没有去备的效果 最后呢我们在针对影片的部分来看一下Canva里面其实呢也有针对影片提供调整的功能 那他里面呢可以针对我们白平衡 针对一些颜色 去做这些调整 而且呢他的调整都是即时的 不需要做等待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以我现在这个影片为主 可以发现相对来说影片比较偏暗 所以呢我可以透过这个亮度 马上做调整 再把对比度 也把它调高 那你也可以针对阴影的部分 调亮一点 我把它调暗一点都可以 那么本身整个影片的明亮度我们也可以从下面这边做一个整体的调整 你可以马上就看到效果 以上呢就是针对Canva现在最新推出的 影片去背 还有 复习一下 之前的 影像去背的功能 之后 我们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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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人家的